您好,我是张天书,在《读书》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谢谢您的支持,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。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《高耀杰回忆与随想》,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,作者是高耀杰。 本视频包含该书第二章《神圣职责》的部分内容。 第十五节《偷孩子的积德士》,丹雅平,化名,在七十年代末,八十年代初主管计划生育,有偷孩子送人的传闻。 这件事情只是地下传说,没有人出来证实。 他为石魔偷孩子?偷孩子干石魔? 很多人怀疑他是否偷孩子谋利益。 因为他是某一城市郊区的副区长,他的行为没有人敢过问。 十几年后,丹雅平偷孩子的真相,忠于大白于人世。 原来是他冒着被罢官入狱的风险,挽救超生婴儿的生命,让百余名婴儿活下来,有的已长成国家有用的人才。 他的行为是巨大的善行,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软性抗争。 胆子真大,是真了不起。 二、十五,一丹雅平,何许人也。 计划生育政策很严苛,有一胎孩子的妇女要上劫育环,有二胎孩子的妇女得结扎输卵管。 这是不让超生婴儿出世的残酷政策。 街上多处大标语牌写着宁可血流成河,不能多生一个。 为了不让活胎出生,必须用药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。 老百姓对此痛恨至极,但无力反抗。 有权有势的人名着超生,有钱的买着超生,无钱无权的人跑着超生,这是百姓的俗话。 只有丹雅平感冒着被免职和入狱的风险,把胎儿救出来。 他为食魔有这样大的勇气,这还应当从他受难的经过和残酷历史说起。 丹雅平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,23岁在某县任乡妇联副主任。 反右派运动时期,他再一次会议上说农民吃不饱。 于是别人说他反对大跃进,因此被划成右派。 他被送到劳改所三年,丈夫和他离了婚,两个儿子最小的八个月,母亲走后饿死了。 他受尽了苦难,终于在26岁结束劳改。 娘家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也不敢收留他。 他唯一的出入是改嫁。 他嫁给了另一个右派,当时27岁的邵某。 邵某原来是个小学教员。 因他在办公室说阴沉沉的天,别人就告发他对社会主义不满, 被划成右派。 其实他仅仅是说天要下雨了。 他的妻子也是教员,受不了这种压力,上吊自杀。 一岁的儿子也饿死了。 邵家就在某市郊区,有个相对亲近的生活环境。 两个人同命相连,组成了一个小家庭,又生了三个孩子,二女一男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两个人的右派身份都被平反。 丹雅平复职,在当地相复联工作。 他在劳改期间没有忘记学习,很有写作能力,人也很能干,短时期内被调到区政府。 邵某说什么也不回学校教书。 他买了个大卡车,天天运输食子,收入不菲,五口之家生活过得不错。 但是夫妻二人内心的伤痕,是很难平复的。 因此,丹雅平很同情弱者,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受苦人。 1981年的一天下午,丹雅平的计划生育工作组中,有一台手术出了问题,医院派我去抢救受害人。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,结识了丹雅平。 人命关天,当时他很害怕,我也非常紧张。 手术顺利结束,我轻松了,走下手术台。 这时我发现,另一个手术台上,有位正预备做疏软管结扎术的二十多岁的妇女,哭得非常厉害。 我便问他,在哭什么。 站在手术台旁的妇女说,他家两个孩子都有病。 我问他是什么病? 丹雅平听到后,让这个二十多岁的妇女, 先从手术台上下来,让人把那两个孩子抱来给他看。 半个小时后,孩子抱来了。 大女儿患有心脏病,手指已经变形。 八个月的小儿子,心脏病比姐姐还厉害,一哭面色轻子。 丹雅平当场决定让这个妇女回家去, 以后再决定是否做结扎手术。 这个妇女从手术台上下来,衣服末穿好,就跪在地上磕头。 这是农民的习惯,我非常难过。 两年后我向丹雅平问起那个妇女的情况。 丹雅平告诉我,那两个有心脏病的孩子,在一年内都夭折了。 后来他又生了个健康的儿子。 现在,他已经带上避孕环了。 手术过后,天也晚了。 我就睡在他们办公室间宿舍的床上,和他留宿在一起。 丹雅平爱说话。 他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,从九点上床睡觉时,就打开了话匣。 一直说到凌晨三点,边说边哭,特别对错话右派的苦楚,一字一类地说得很详细,让听者也落下了同情的眼泪。 但他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,只字未提,当时我也没有多问。 因为我的任务,是抢救计划生育手术中出了意外的妇女,成功了便完成任务。 其他方面的事情,我也不便多问。 从此之后,凡是他们计划生育工作出了问题,他都来主动找我。 时间长了,人也熟了。 1987年,他儿子高考分数超过了分数线,但同期报考的学生很多, 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。 他夫妇两个着急了,来找我想办法。 我想起,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,有位教育系的同学,现在是某大学校长。 在学校时,我们虽然没说过话,但近年来,他以老同学的身份,经常写条子,给我介绍病人。 我对丹雅萍说,我们可以去找这位校长试试看。 这是走后门,合法,因分数已过限,不合理,有的考生分数比他分数高。 此日,我和丹雅萍夫妇开着拉石子车的车头,冒昧去了那个大学,见到了这位校长。 我的老同学见到我,第一句话是,高要节,拿股风把你刮来了。 我说,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 我们谈了丹雅萍儿子高考的事情,校长把他儿子录取到该大学中文系学习。 孩子还算争气,以不错的成绩毕业,分配到郑州市委办公室,从事文书工作。 从此之后,丹雅萍夫妇把我视为恩人。 他家在郊区,附近出产便宜的新鲜蔬菜。 逢年过节,夫妇二人经常拿一篮子蔬菜,来我家闲聊。 二、十五、二零零九年春节的畅谈。 春节过去三天,天气晴朗,风也不大。 他两口子又来了。 丹雅萍夫妇已经白发苍苍,老太龙中, 外表已经全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但是身板硬实,精神很好,思维还很清晰,他还是爱说话。 我们故人相逢,谈起了往日旧事。 丹雅萍主动问我, 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把孩子偷出去送人的事情? 我说不知道,当年我也没有必要过问这个传闻。 他说,当时干这项所谓计划生育,其实是个惨无人道的工作。 我真不忍心把活生生的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。 我悄悄地把孩子救出来,送给好人家收养。 多数孩子在本省高干家庭,有的孩子几被送到外省了。 这件事不能靠我一个人干。 我当时一共有五个人,这几个人都受过政治迫害,都是死里逃生的人。 因此,他们很同情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,都不忍心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。 大家同心协力做这项救助胎儿、婴儿的工作。 我们对八个月以上的孕妇,没有给他注射堕胎药,打的是生理盐水,尽量让胎儿活着出生。 然后,我们把孩子悄悄地抱给没有子女的夫妇。 这是一种沉默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抗议,比那些空喊口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好得多。 但是这种行动是很冒险的。 万一走漏风生,有判刑的可能,索性十几年来末出现意外。 在外送婴儿的时候,最怕孩子哭,就把孩子的小手塞到嘴里,让他们自动吸吹。 送孩子一般是深夜,送到无子女的家庭。 有时候是预先联系好的无子女夫妇,偷偷地来把孩子接走。 一次有个三十多岁没有孩子的妇女,抱着婴儿,找不到医院大门。 误入厕所里,又怕孩子哭泄漏了秘密,他急得哭了出来。 费了一个多小时周折,才找到大门走出医院。 现在那个孩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,还不断地说自己长得像妈妈。 有同学说,你长得既不像你爹,也不像你娘,自己生得一副巧模样。 他不高兴。 现在这个姑娘大学教育系毕业了,在某市立中学当了老师,还见了班主任。 我问丹雅萍,隔壁大宇,化名,家的三妮。 他两个叔叔家,各有一个孩子,他排老三,是不是当年你们救下来的孩子? 丹雅萍说,三妮是他叔父开着汽车来接,大宇亲自抱回家的。 三妮属于超生子女。 当时大宇已经和我们联系好了,准备妥当。 孩子一出生,无论男女,他都收养。 大宇喜欢孩子,他会把三妮视为自己生的孩子。 大宇娘家和婆家都是省委高干,三妮变成了高干子弟。 三妮的外公经常夸奖说,大宇生的三妮很像他妈妈,学习很好。 三妮是个女孩,她的生生父母从未过问一次。 大宇极力隐瞒三妮是抱养的这个事实。 因此,她搬到远处的东郊以避人耳目。 大宇经常指着她下腹部的刀口斑痕,说三妮是她剖腹产生的。 恰好三妮的个头,相貌也和大宇有些相似。 三妮学习很好,小学中学都是三好生。 她爷爷经常说,我七个孙辈,就是三妮争气,学习好。 三妮十八岁高中毕业后,考入北京某大学学习电力。 大学毕业后,去英国留学,学成后回国留在北京工作,结婚生子了。 大宇夫妇退休之后,二人赴北京和女儿同住。 三妮的外公外婆也经常去北京小住几天,探望争气的外孙女和宠外孙。 二、十五、三得救婴儿成了财。 丹雅萍偷孩子,和别人偷孩子不同。 她冒着巨大的风险,毫无私心地抢救这些可怜的小生命,连养父母家里的一口水,一顿饭也没有享受过。 她只要求这些家庭保守秘密,平安是福。 某公安厅有对四十多岁的夫妇,无子女。 1980年春,丹雅萍给他们偷了个儿子。 婴儿的生生父母是郊区的普通农民,第一胎是女孩,按规定可以生二胎,但是需要间隔四年。 可是这位农妇两年后又再次怀孕,政府要求强行打胎,此时胎儿已尽足跃。 丹雅萍动了侧影之心,不忍心活生生把胎儿杀死,于是给农妇打了催产针,让胎儿在深夜出生,婴儿是个体重六斤,发育良好的男孩。 丹雅萍连夜将孩子送到公安厅那对夫妇家里,孩子从农家子弟变成了官家少爷。 丹雅萍回忆到,当时收养孩子的家庭给他准备了些韭菜,以示感谢。 他紧张的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,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,就匆匆离去。 婴儿的成长环境良好,养父母爱如己出,为养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环境。 孩子三岁进幼稚园,丹雅萍还去献过一次,虎头虎脑,身体健壮,非常可爱。 孩子言谈,对人也很有礼貌。 老师夸他聪明,长大一定成才。 时光飞逝。 孩子十八岁,考入北京公安大学,四年后毕业,成绩优秀,又分配回公安厅,令养父母喜出望外。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,因为工作能力强,人缘好,有普通干部升迁为副处长。 养父母退休后,以含义弄孙为乐。 孩子的生生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,这家总共两个女儿。 而他们对外送的儿子总是念念不忘。 他们找丹雅萍问孩子的情况。 丹雅萍说, 你们不要问了,你儿子现在有福了。 你们祖宗时代,也出不来这样的人才。 俗话说,骨肉连心。 他生生父母,最后还是打探到儿子的下落,打算去看儿子。 一天上班时间,老两口坐在公安厅大门口等儿子。 儿子出现了,相貌,身形,走路,姿态,全向生父,只是穿着一身景观服。 他夫妇二人失声痛哭,直往儿子身边走去。 儿子问他们出什么事情了? 为石魔痛哭。 生生父母,不敢说出真相。 只是哭。 儿子莫名其妙,吩咐门卫去问清楚,这两位老农到底在痛哭什么? 他们要找谁? 门卫还莫走到老两口跟前询问。 两位老人吓得哭着跑了。 我认识丹亚平多年,这个故事还是第一次听说。 丹亚平说,那几年就孩子,故事多了。 普通百姓不知道这个消息,收养婴儿的家庭大多在社会中上层,谁敢暴露内情。 所以,这件事情做得成功。 那十几年时间,各地抱走了百多个孩子,现在半数以上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,他们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 谁能知道当年救婴儿行动者的危险呢? 总之,丹亚平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无名女英雄。 她本人历经坎坷,因此对受苦的普通人具有深切的同情心。 丹亚平等人虽然没有公开和计划生育政策抗争,但是他们的行动实实在在救了很多婴儿。 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的一举,那些唱高调的维权斗士无法与之相比。 有的人以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未明,她的实际贡献在哪儿? 在吹骗中,却获得名利双丰收。 去年我得知丹亚平等诸位已经过世,所以今年才终于把故事写了出来。 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,因他不会拉帮结派,不会吹骗,伟大的行动先为人知。 世人应该记住偷孩子的英雄们高尚精神和伟大壮举。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 新人的感觉和同会来说明明一位啊。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刚才一位。 别离别离别人。